从门口到餐桌,你能做到脚不粘地吃到饭吗? 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冠军,加拿大选手塞巴斯蒂安·图唐特,在蒙特利尔的家里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的挑战。 除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移动工具,还得不断跨越障碍,考验平衡和弹跳能力。 原来窗台、沙发、桌椅板凳还可以这样玩? 三分球投篮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一番运动过后,晚餐也会特别的美味吧。 法国的小轮车手唐蒂斯最近也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在家里隔离期间练车以及和自己宠物犬玩耍的视频画面。 不能出门比赛,但唐蒂斯也一样玩得很开心。 在另一段画面中,唐蒂斯的女友弹起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唐蒂斯配合着音乐来了一段犹如芭蕾般的旋转表演。 他家的小狗乖乖地在沙发上欣赏着主人们的表演。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